來 其實我自己是比較急躁、比較性急的 我每次都很想掌握 任何事都很想很快可以完成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內心的掙扎 我經常都會提醒自己 希望可以慢一點去欣賞人生 或者是欣賞每件事的過程 而不是經常追求的結果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八點半 晚上八點新聞前 時刻無望,香港還有好能量 音樂,繁止任何以聲音組成的藝術 經聞音樂就是源於古希臘 Muse,女神的藝術的意思 想想一生就想有 音樂和聲音的分別 就是音樂需要透過你的心 去想像和感受 120分鐘用心創造 自己獨一無二的音樂空間 新城資訊台 星期一至五 下午2時至4時 無逢音樂 程海恩 以下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移動文化 主持 何文傑 何韋豐 Hello,何韋豐 很快要一個禮拜 不過不過你已經做了整個月了 超過一個月了 我們的內容也有很多元化 又說娛樂 又說電影 你訪問了幾套電影的導演 是的 我覺得其實我們都想轉一下 不一定是說娛樂的內容 我們亦都想幫一下年青人 說一些創業 網絡 網絡 有沒有機會 讓大家可以賺錢 可以力真上游 在社會上創一番事業 我們在電話 這次又有 訪問年青的演員 張健昇 大家都應該看過這部電影 《一秒拳王》 最近的一些口碑 真是相當好 阿健昇 在嗎 是 Hello,韓文傑和何偉豐 是的 Hello,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聽眾可能就看過了 《一秒拳王》 張健昇 不如你自己說說 這部電影裡扮演什麼角色 其實這次在《一秒拳王》裡面 我的角色就是宋奧陽 是一個年青二十場的天才拳手 一聽就是大佬級的名字 你的聲音已經很特別了 還繼續做大佬 年青二十場 因為市場需要的 是 戲裡面 其實我很奮力地 想跟拳王阿Joe 就是由 春馬特工隊的男主角 查隆 去打一槍 是泰國演員 那中途 是 抱歉 是 去泰國演員 是的 泰國演員 沒錯 之後就偶遇 現在就碰到周閣儀這位對手 從而拆除了一些矛盾 至於是什麼呢 就要入場才看到 最後當然是有些逆轉的 目前對於 因為如果我再拆除下去 就會變成了 吹 喂 替星啊 目前這部電影對你來說 算是最大的挑戰 還有你是最喜歡這個角色 會不會 其實 角色我就每個人都喜歡 好喊地說 因為不麻煩 你這句話會不會哄所有的導演 哄所有的編劇 希望多博一些東西 其實不是的 很簡單一個原理就是 譬如你自己的演出 是會在彈幕上拍的 變成你哪怕是一個鏡頭 你都要好好珍惜 否則你就會很後悔 想當初 為什麼不做好這個鏡頭 所以無論氣氛多少 你都要盡力去做 至於喜不喜歡這個角色 其實說真的 拳擊片當然是第一次拍 還有就是 因為韓仔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 黑道 幾月幾號 讓聽眾知道 再送一些東西給你 除了你的粉絲知道之外 你更多人知道 幾月幾號 關於送禮這方面 因為早前小大就玩了一個 叫俱樂部的東西 Cup House 是的 Cup House 有一群Cup House的好朋友 另外好朋友 有一個群組 已經送了一份很好的禮物 我放了一個Pay的東西 可以的東西 然後集齊了一份善盤 送給明多 當作是我的生日禮物 即是剛過了嗎 你的生日 即是飯圈 你的生日幾時 311過了 明白 起碼翌日就知道 送禮給你的時候 恆仔也有了 說張健勝 果然是老闆級的演員 自己又開製作室 什麼老闆級演員 轉數快 Cup House 雖然是新興的事 不是很多人可以聚到粉絲 很快 其實大家都像普通人聊天 我覺得這代演員最重要的 你都很拼搏 譬如之前VTV的劇集 打天下 你都被武士打到 踢到頭破血流 現在康復一點 康復一點 還原靈靈靈拳 這套用不需要 用不需要打到 出來贏三四場 兩步比 打天下 因為空手道來說 那些招式要很穩定 大家有看過 蒙面超人 基本上他們的招式 那些假裝 要很穩定 至於一秒拳 這種拳擊片 是很考慮 譬如有很多招數 我們要怎樣去攻擊和防守 因為我們不是說 上台亂打 幸好就是有 母子 梁博恩 還有麥師傅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已經槍了兩個月 是怎樣把那一場戲 讀好招式 可能有三十幾四十招 我們可能派一個 教練 然後又不可以令大家受傷 這個是最難的 我看你其實都很陽光氣 你拍了六部電影這麼多 大部分都是打出天下的角色 但今次你做這個一秒拳王 需要特別再操機嗎 這次真是有點飽 因為 都是那句 多謝恆弟 因為他找我的時候 都比較急速 只有四十天左右 他說 師兄來盡落 我當時 好像是作《荒聯不中有罪》之後 我都略肥的 四十天是怎樣度過 地獄式餐飲 這十天 這十天 真的難 大家不要學 真的不科學 每天只有一餐 就是 叉酸飯和酒汁 下午 然後就喝點酸素 每天粗六個小時 我記得就是 一個禮拜粗六天 在一個唐六樓的 我們叫做折管 沒有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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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流通 焗了油 油脂 焗了汗出來 Sonna 穿上焗衣服 然後足足四十物 減了二十三磅 厲害 真的沒有可憑定重 有薑 那腰呢 腰是最難搞的 你哪吃鋪田 你腰又怎樣可以配搭呢 變了肌肉 對 因為我做了很大量的 就是太陽運動 變了一天六個小時 我記得有一次是做到 暈倒了 休克了 自己都不知道 嘩 這麼嚴重 所以好演員真的會為電影犧牲 因為兩位很簡單 例如我剪一個角色 真的是拳手 難道我肥腾腾上去 我自己也接受不了 因為你還要贏二十四場 你要說服力才能站出來 對 至少觀眾要先相信我 還有導演當然要你摸一摸衣服 當然有幾個鏡頭 大家尖叫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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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多一年又上台獲獎 有沒有信心 其實這次我反而希望 這部電影的票房會好些 因為真的上下一心 還有娛樂性 我們要像是片種而言 而不是大預算的電影 這一部其實我很希望大家可以 幫幫忙推上去過千萬 我看過電影的 MV的很好看 很感人 影平口碑 上個星期跟影平人協會 李小龍和黃小龍都談過這部電影 他都盛讚這部電影 特別推薦上週之選 好 我多謝各位 我會覺得這部一秒拳王 有一種港產變不死 我們真的還有人在中 我想說一直以來 你的角色都算多元化 也都偏向於有很多打鬥 對 兩三年前你不是插過一個網劇 叫反黑的 你的角色叫招職 對嗎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對你 很深刻印象 反黑那時經常都說指紋樓梯響 又說要拍第二集 到底情況是怎樣 你有沒有什麼最新的資料 其實反黑第二季已經有三十集的分場 可能外加就是一直 大家在傳的就是 交跡轉 嘩 這麼厲害 即是做一個資業出來 獨立 迷你貴 迷你劇 迷你劇 是的 迷你劇也很流行 成蒙大家厚愛 看看會不會和外國平台合作 明白 那你自己作為製作室的老闆 你自己會不會又操刀 參與演出就必然 又會投資 其實我覺得自己歸類 已經我們這個年代的演員 不僅僅坐在這裡等機會 劇本上的創作 找投資方 所有東西都是我們一手包辦 因為你知道港產片低迷 那怎樣救他呢 沒理由用口 不如下手下腳去做 明白 那導演呢 導演會不會有機會 還是反黑的導演 還是你會另外 籌組班底去做一條 招職仔的事 反黑系列 其實呢 我就在反黑裡面 是一個演員仔 導演其實連監製來的 其實反黑是他的 不是小弟的 他就是一個Marvel的宇宙 你其實就有一個獨立的支線 所以我就想 但是 你們是可以再撈亂的 可能你做導演 是吧 自編自導自演都可以 外傳 導演我就未敢當 真的 演好那個戲 好期待 謝謝各位 希望聽眾 繼續上網 大家很容易就看到 一秒拳王 一秒拳王 好 謝謝 繼續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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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i S. 石穎莉 一百歲被忘錄 有沒有想像過 自己一百歲的時候 會大概一個什麼狀態 當然有 如果可以跟伴侶 共同一起老 那種感覺 是很浪漫 我也問他 其實如果我到了老 我又肥 又醜 又很酸 其實你會不會更愛我呢 他回答了一句 真的很甜蜜 大家不要吐 大家聽眾就是想聽這些 他就說 很甜蜜 慢慢想 不如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可以力久長身 無論多少歲都好 老了 記得大家的點點滴滴 尤其現在疫情 大家的感覺 都是很淡 所以我們這次做了一個 比較輕快的R&B版本 去揮住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正能量和溫暖 星期一 星期三至五 下午四點到六點 星期日 黃昏五點半到晚上七點 文杰 我們剛才訪問了張傑昇 不如不要讓他停了 我們繼續以電影這個主題 繼續了解更多 現在最新的電影的趨勢 所以電話旁邊 我們有香港英平協會的理事 黃曉龍 曉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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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電影 有很多電影 跟我們聊天 有一個星期沒有跟你聊天 聽說你看了很多新電影 是的 看了幾套 有哪幾套 可以跟大家說說 人潮洶湧,魔龍王國,入住凶宅請敲門,覆新反,Netflix也看過一套《南調天后》 《南調天后》只是Netflix上的,是嗎?他獨家的那些 奧斯卡也有提名 有《黑豹》,有卓威·博士文去遺作 是啊,是遺作 事不宜遲,不如先講一套我們最親切的《人潮洶湧》有劉華的 這套劉華做監製兼主演 是啊,其實我覺得可以接受,但不是特別好看 因為劇本很舊的 你每次對劉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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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華 不是,因為他們說不能交換身份,有很多劉華的劉華 即是這套劉華的劉華不算很有新鮮感 你說些給大家看,劇透一點好嗎? 劇透一點好嗎? 主要是有兩個人,一個是成功人士 但是另一個人非常窮,很老闆 他經常跑龍套,做劉華 然後很妒忌劉華的人物 然後某次很奇怪的機會,劉德華就滲下了 然後他想拿了他的鎖匙,然後交換了 然後換了另一個身份 其實有點荒謬 在情節上,沒有什麼交代的理由 總之就是交換了或是時空轉移的 但另外一些演員,我知道劉華都不是主線的 應該是超央的 應該還有幾個演員很重要的 是啊,蕭央 蕭央是香港人未必很熟悉的 但他內地一線很紅 唐人街探案,第二集也是主角 但是好像在內地票房都被一些文藝片打倒了 一般般 其實蕭央是很努力去做的 其實他擺了很多心機去揣摩 他一個跑龍套的角色 怎樣老到 怎樣在社會底層的生活 又拍一下他在家裡 然後又很混亂 我想他用身體語言都很獨立 我們還有四套 不如我們就簡單地說一下其他電影吧 包括《魔龍王國》 曉龍你覺得怎樣 《魔龍王國》這次適合Vincent你的女兒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看英語版 我看英語版 你見上次說 現在好像不夠電影給小朋友 多謝你觀眾 是啊 上次 《靈魂奇語記》不太適合小孩 現在這套就適合 說來聽聽 是否以前的國王和魔龍爭鬥 有些奇幻 對 我又覺得挺有新意的 是嗎 有新意到 一開始 聽聽聽 那些人與人之間 不同的暴族鬥爭 差不多整個世界滅亡 後來就發覺 鬥爭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大家都一起衰 後來就說要合作 跟著說團結和信任 跟著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就是吃著那個平權運動 那麼有寓意的 就是種族之間 沒有 但是中美大戰 迪士尼幫忙 是不是很適合香港人看的 說真的 你可以標榜一下 或者叫提議電影公司 可以標榜一下 現在目前的世界局勢 會不會有些關係呢 也有些關係 因為大家都在鬥爭 好像每個人都爭第一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爭完第一 跟著整個世界都破壞了 然後每個人的日子 可能要吸氧氣出街 又說那些不是 那些軟線電影 說回Netflix Netflix 有一個叫做 南調天候 這是不是說 一個女主角的 如何成名 過程 是啊 其實女主角做得很好 是嗎 是啊 最少她做得投入 而且我懷疑她 用了很多時間 練習一下 如何唱藍調 嗯 Blu 是不是很佩服她 黑人唱那種調子 是嗎 是啊 因為這些是屬於非洲那些 二、三十年代 芝加哥 整個氣氛 一般的電影 還有她拍一些舊片 都拍得很仔細 其實將來 曉龍 我覺得你介紹完 應該給一些評分 不然的話 我們都不知道哪一套值得去支持一下 因為一套電影都成… 九十分鐘 不如這樣 五星 由五星 一星到五星 是啊 說完另外兩套 你今天又給一些評分 好嗎 這個入住空宅請敲門 嘩 鬼戲來的 鬼片 我覺得真是一般 哦 是嗎 挺害怕的 真的很好看 嚇不到你 嚇不到你 不是 其實這條橋也是很舊的 是 然後那些鬼 全部都是空宅走出來 都是假裝屍體 是 喪屍片 重演之前的案情 背後有沒有悲情故事 有一個不夠悲情 我全部都這麼悲情 是嗎 是啊 悲情得來不太恐怖 最後來買一個復生 復生犯了 那套就反而我覺得 OK 哪個國家的 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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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台灣 因為他抄撕裂 但是又不是抄得那麼差 是 撕裂就是講精神分裂的 但是這套就很特別的 即是說 將幾個死了的人 那個記憶 灌入這個 反路 一灌進去 他就 在不同時間 可以扮到不同的人 挺有趣味 這個大橋是十分有新意的 倉意 值得意識 台灣早前有一套都很 講意識轉移 這個七雲 都是大熱 所以近來台灣電影 都算奇兵突出 是 這兩套都是 曉龍 在懸疑當中 最近電影院 少了這麼多間 電影又有這麼多 不同的新電影相片 來自不同的格格 我想問一下 現在到底 會不會對你們看電影 地點是一個問題 還有他們 排片都會少了 有些電影 一早上下午 基本上上班的人 是不用看的 是的 你贊不贊成 電影應該放久一點 不要一兩個星期 看不好就落畫了 真的很慘 都贊成 例如之前那套 《街角再遇》 《街角再遇》 都上畫 上了沒多久就落畫了 是 因為頭幾天不能收到 是 但是戲院 你看了這麼多電影 出入 你看到其他觀眾 那個參與 是怎樣 就是 是不是都是 坐位 小貓三兩隻 還是 沒東西吃沒東西喝 大家都堅持 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都在 在這裏 所有間都不去 我覺得最厲害的觀眾是怎樣 一邊照顧小貓 一邊看著銀絡 一邊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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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厲害 所以現在的娛樂 在戲院裏面也有玩遊戲 是 他不夠時間娛樂 他可能在照顧小貓 只有兩個小時 射出來 兒子放下 帶著他 是的 又讓兒子看電影 但自己在玩遊戲 喂 曉龍 不過圈遇大家 不要這樣做 曉龍 既然你已經介紹了幾套好戲 不如這樣 你這次突破一下 平一下分 由魔龍王國開始 如果說十分 不如排次序 不如排次序 那就可以 剛剛講完這麼多套 你最推薦大家排次序 進去看 我覺得辣一點 辣一點的 卡通片和恐怖片 對的 但當是普羅大眾的口味 沒錯 排一下哪一套 1 2 3 4 5 你最好推薦哪一個人 即是哪一套去看 普羅大眾 魔龍王國 這個第一 東亞風情 對的 幾特別的 第二 第二 復生犯 好 好 特別的 亞洲距電影 第三 第三 人潮洶湧 都給你面子了 劉華 你這次 給你面子了 那第四 第四 就是藍調天后 都是留在家裡看的 藍調天后 第四 是藍調天后 始終比較少眾 沒錯 最後才入住 凶宅姓敲門 想認識女孩的時候 就約去看 凶宅珠 真的上了電影院 已經很難了 還給你擺到第五 真的 真的有空才去看 好 多謝曉龍 今天介紹了這麼多電影 希望大家有所選擇 謝謝新片人協會的李氏 王曉龍 多謝你 拜拜 好 麻煩你 下午1點半 報名上 CITYTECHGC.HK 自創香港新常態 現時中國東南部天氣普遍晴朗 而覆蓋廣東沿岸一度雲大正逐漸轉薄 半港地區 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情 吹輕微致和換東北風 只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 週末期間漸轉潮濕 下午日間天氣炎熱 現時室外氣溫是22度 相對濕度60% 守護香港由我們主動抗疫 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方便市民記下行程 進入指定場所的時候 記得用APP掃一掃QR Code 資料紙會存在你手機上 當有確診者跟你差不多時間 去過同一地方 APP會自動提示你 並作出健康建議 大家都用 出街就更安心了 抗疫人人有份 掃一掃安心出行 上落市在高位 你賺了沒有? 股夠回落 又不敢吸納 想先看清楚 香港人始終忠情買磚頭 尋忠求勝 想用買股資金 來賣樓保值? 獲利變磚頭 附足規劃策略研討會 3月27號 中淵倉博士 海外事業專家關靜安 在灣仔萬利海景酒店 替你發掘大阪潛力審盤 分析套股換樓策略 怎樣賺樓價 賺回價 即打36987373報名 主辦卓傑日本不動產 新城財經台全力支持 兩位歌手 山拿詩康喬和謝高俊 可否教我們用丹田 其實那件事就好像 你要把人變成一個陰箱 有個氣 全人看我們共鳴 很複雜的一件事 我們這個算不算有共鳴 我們這三個組合 當然有共鳴 你們笑聲衰得 我現在說話不是用丹田 因為書文經常說我這樣說話是寶寶聲 丹田會變成老牛聲嗎 丹田會變成成熟了 你試試看 比較低沉一點 比較性感一點 很棒 變成另一個人 會辭聖很多 現在正在用丹田 很聽我的丹田的聲音 但現在就不是 30秒才可以 丹田 丹田 歡迎大家來到猜情沉 沒錯 再有4號施康喬 方寧36 喂 這個是身材 對不起 同星期四晚9點至10點 猜情沉 有我施康喬 還有我高俊 還有我軒仔林子謙 向前走 北京北韓 FM99.7 Metro Info SN99.7 新城資訊台 移動文化主持 何文傑 何韋豐 Hello 何韋豐 我們回來第三節 有嘉賓去到我們現場 所以大家可以上新城廣播的Facebook 我們在Live跟嘉賓一起 這半小時 說一下 承傳的文化 如何將香港的本土 家族文化 家族行業 可以活化到網路 我們旁邊這位 就叫Wono Chan Hello Hello 大家好 陳振鵬師生 是 Wono就是來自一個 海美世界 第四代的接班人 厲害 即是你一出生 就爺爺太爺 是不是含著 銀匙巾出生 不是含著 花膠出生 太爺開始 爺爺就由汕頭下來了 即是 太爺在汕頭都是做海美的 所以爺爺就帶了一個技術 人脈 來香港 都是在上環 都是在上環 一直做到現在 每次雨季 我們今早說新聞說 今年打八個颱風 一說打颱風 就會拍攝上環海美街 水浸 現在是不是好些了 好像政府做了一個大型的 現在沒有了 現在不會浸 沒有了 現在好很多了 當年小時候水浸是否會幫忙筆水 當然有了 那時候浸到樓梯面 四格樓梯都浸到上環海面 那會怎樣 即是說 阿彭仔快點來 一起拿一盤 對 全部開始執法 全家總動員 執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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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海美 你是不是童年最深刻的 全家三代一起筆水 好玩 這件事其中一樣 另外就是 小時候多數都 那時候流行譚冠 我們是小孩子 那時候還是譚冠 有時候倒水 丟煙頭 我們就要幫忙倒一下譚冠 清譚冠 對 倒一下譚冠 洗一下譚冠 即是下舖頭幫忙就是清譚冠 年輕的做這件事 對 小孩子的時候 其實你們這個行業 無非都是叫貿易 在外國拿些貨回來 可能就找一些渠道去出貨 賣貨 又或者內地可能有些貨來到香港 到底你這幾代 你覺得有些什麼核心的業務方面 有所改變 雖然你的主題有沒有變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 有很大改變 我也覺得 因為香港本身 很多年前 它是一個自由貿易港 進出口都可能會經過香港 大陸的貨來到香港 香港出回去 外國的貨來到香港 香港又回到中國大陸 但是其實 時代變遷之後 國內的客戶 它又會踏足到國外 國外的客戶也有膽 走進去中國大陸 所以其實 我們的角色 比起以前的重要性 沒有那麼高 所以變成 對於整個行業是有些影響的 但是 亦都多了其他東西 例如現在流行一些網上的東西 我們開始又意識到這些東西 我們可能出一些產品的產品 包裝 還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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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到你這代 爸爸 爺爺的都是消規曹循 怎樣賣開就賣 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加入新的元素 最大的元素 主要 最大的元素 我們由批發開始做到B to C 我 dov做產品 對 好像在上一代主要做批發 是 賣給海外 海外有香港的酒樓 的酒店 很少中進來的那些嬸嬸也不太做 但是做零售是很難的 你什麼情況 是不是你爸爸那個代開始零售 還是你去到你手開始做B2C 到我四手之後開始做B2C 也開始做網上平台 開始出一些產品 因為以前我們多數來說 一批貨來到幾百公斤花膠 那些拆家就看到 整批拿走了 我們現在就 會有產品出 例如有包裝 另外又開始做即食的東西 其他的產品不同 這個轉變 我覺得傳統行業轉變 都很困難的 但是比較成功 大家普羅斯文印象深刻就量茶譜 有幾個品牌都 新一代人接手之後 大家又變成在超市買到 不同了 那你的銷售渠道 以前就是上環 大家搭叮叮就去買了 現在你拓展到網絡 這個轉變都等於量茶擺在超市 是有些相似的 但是傳統我和爸爸去買海味 他很流行要紋一下 拿著 這些是甚麼 漂亮的東西 那你怎樣解決這些 親自去摸過 要摸一下 那種衝動 你現在在網上面 習慣呢 我們都有的 例如我們現在要做Live 我們在網上做Live 我們亦都介紹 第一 我們有介紹自己的歷史 那歷史其實是一個信任 另外我們都在網上 一路去介紹一下我們的產品 其實產品一樣 只是我們可以去令到別人 信任我們 我們怎樣去選的產品 例如花家我們怎樣選是漂亮 海森怎樣是漂亮 可不可以 阿哥哥 汪奴哥哥 你帶他一些產品 我又拿了一些湯包來 可以在鏡頭 給大家 網友 我們有些湯包 怎樣聞不到 聞不到的 包得那麼陷 其實我覺得 所有的產品 你教我們認識 我覺得就是 都是牌子 我這個叫 筆其五子毛套 健體湯 是的 筆其五子毛套 產品全部都挑選過 是的 獨立包裝 它就不會有 即是 質量上 我們全部是精挑過的 是的 這樣 消費者 除了認住品牌 即是歷史悠久之外 還可以看到包裝裏面 那些產品的質素 是的 其實你看看是否夠乾 還有沒有髮霧 因為很多事情 其實 當然 我覺得 將心比心 我們本身做產品 我們為了牌子 我們其實 我們是很注重質量的 是的 當然 你說 如果 你有時去到外面 看看其他包裝 就知道 這不是獨立包裝 即是 裡面每一盒 不是獨立包裝 可能散開放進去 這樣容易會 會有一件濕 整個包裝都不漂亮 我看獨立包裝 這種都是幾個特別的 成本高很多 但質量就 現在全部都是香港包裝 香港包裝 香港包裝 全香港製作 全香港製作 那就要整個工場 去進入 包裝 我們有 自己包裝部 包裝場 但因為 就不在上環 不在上環 但因為 藥材基本上都是大陸來的 只要我們再重新挑選 它 把質量好的 不漂亮就不包 入貨也是很有研究 疫情之下 有沒有影響到你的銷售 還是你們都是香港人 用回香港貨 還沒發到大陸 我們基本上 我們有做國外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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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哥華 新加坡 其實都是我們產品 所以其實影響 不會 大影響也沒有 但其實 小影響也有 小影響也有 但因為我們其實前幾年開始 已經 主要在做香港和海外 所以它的影響 又不是大影響 大影響 是 我想看一下那個 吉品包 那什麼特色呢 這個 外面有很多鮑魚 萬煮 萬煮 即是我們開了罐頭 之後都要萬煮 就這樣就可以了 只是一個方式 你的烹調方法是萬煮 那萬煮的分別是什麼 它比較淋密一點 跟一般外面的 它比較淋密一點 還有它的營養價值 就保留多一點 可以試一下 不同的 那你在網購 最好賣的是什麼 在網絡 會不會不同呢 跟實體店 都有的 因為網絡上面 其實對真的 貴價的花膠 或者貴價的海參 那些就會 量細一點 有些擔心 五千元海花膠 也沒有看過 其實有分別的 真的有分別的 我們16年開始 開始做網站 到現在 我們可能1617年的時候 人家跟我們買 可能是買些紅棗 但因為 穩陣一些 因為時間的累積之後 那些客人 就對我們的網 對我們的公司 其實現在就有人買 東松草 都是在網上買的 貴 其實它是 過月那些 主要它都是對 巨鑽店 品牌 品牌 信任度 哇 東松草也可以 看健康重要 健康重要 所以在品牌 他們說 品牌怎樣建造 怎樣去首頁 還有之後 你怎樣去發揚光大 很重要 萬遜昌這個名字 我想是 在買開心容界的人 可能都覺得很馳名 會不會這件事很重要 在行內都算 我們都有人認識 有人認識 做了這麼多年 是的 這個發展都會繼續走下去 還有在疫情下 你們的數據 或者營業額 是不是網上爆升了 反而大家習慣了 上網買 上年其實是有增長很大 還有那個習慣性多了 那些人開始很習慣 願意去上網買 是的 多了很多 就是逼出來的 是的 現在少了 還有我知道 除了你網上賣這類型的產品之外 現在疫情之下 有很多很多 例如包括消毒噴霧 好像你都要開始做這樣的代理 是的 其實我們之前 前幾年開始 已經有做一些海外的 好的產品代理 例如說 我們有做台灣病毒斌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消毒藥 鳳梨蘇有沒有 鳳梨蘇我們也有 哦 其實我們也有 台灣的阿豐 現在不能進入內地 還能進入內地嗎 鳳梨蘇可以 鳳梨蘇 因為我們有很少 生鳳梨蘇不能進入內地 但是生鳳梨蘇不能進入內地 但基本上我們都是賣香港多 不如我們聽一首歌 稍後再跟你說一下生意之道 好啊 一進不退 鳳梨蘇 我們也有哦 桳梨蘇 你也有 一個最潛ga 一個很直 人能進入的 這項目 太嘈那麼像 早上 全程連舊,只有兩盆 還有流波,赤的前魂 載如雪凍,穩逆越上目朝向 冠軍 中央炒得到,仰看星光 腳踏覆波,無卻步 暗的山落塵土,盡視窄龍黃彎路 總要走一次,我命舖 跑過醉糟,就會更好 只要相同,未老 有力光,野雨重臨 全有活跨,尖過雲塵,堅硬擦拭 最後承出這段鬥爭,真安靈 全程連舊,只有兩盆 融融六波,赤的善行 再以雪凍,奮逆見上目朝向 冠軍 既然叫男人,無故,曾經憑 還可以,否才能變 倆庭,我會帶你一位 你知,受無懼,短期一前行 謊言認知,爆發善吟,肥禄擦身 每句比錯,自便時光看敗逗 從來不會與你同行 可視力咎,再次聯盟,各族競爭 這次遊戲是場將,前將 小學常識,你認識嗎?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聯同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首次合辦小學校制常識大賽2021 我就是這次比賽的活動大使 Joyce鄭欣宜 大會還在新城教育家網站 開設了小學校制常識大賽2021專業 提供很多常識資訊和活路的小貼紙 你也登入新城教育家網站 挑戰一下自己的常識情緒吧 小學校制常識大賽2021 合辦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活動贊助FWD富惠保險 香港國際機場 星期五,生活有得選擇 每集我鄭啟泰會聯同陳芝美 林成聰會請來嘉賓 現場測試各種食物、用品 考手藝、考眼界 還會教你生活小百科 令你生活更添樂趣 逢星期五晚上九點 約定你 令平淡淡添色彩 生活有得選擇 余動文化主持何文杰、何偉峰 Vincer,我們今天訪問Wernod 陳振鵬先生 來自曼順昌的海味 清朝開始開至現在 八年歷史 馬族生意新一代 第四代 第五代也正過來 第五代 培養 培養 剛才你說你小時候要在上華 要培水 現在你兒子有沒有叫做訓練還是洗澡 過來告訴他這個是鮑魚 現在你還是不是住在上環 我們都是住上環 整天都可以下舖 孩子都可以下舖 其他同學就在玩LEGO車 玩鮑魚 好貴很多 跟同學溝通不到 回幼稚園 會不會想下一代都是繼續從事這個行業 我看你都很有熱誠 一代一代有些人真的完全離開自己家族的行業 你似乎是想更新 住入網購 又重新包裝品牌 我本身是潮州人 我們對傳承這件事可能比較入心 當然想做好他一定是希望做得更好 這些是想方法 但你說子女那些真的要看他長大 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去講這件事 但我很希望他們可以比我做得更好 由小到大又等他摸一下鮑魚摸一下花膠 現在有的 經常都可以 問一下 這樣 這個訓練都幾好 觸覺 你摸一下就知道 摸多一點就知道 上一節就說網上平台 你自己都親自去推薦給用家 知道你們現在有什麼產品 做Live有沒有辛苦 以及自己是怎樣去入這個領域 去了解網上e-commerce的東西 其實第一就是我本身有妹妹幫忙 另外我做Live是因為 真的家族生意 他們跟我說不如你做Live 你可以貼地一點 入屋一點 還有收工會一起開飯在店裡 興梅情深 過年就一定有的 美牙那些一定有的 真的在店裡熟的 不會說在隔壁練習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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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自己煮的 現在每一天中午都是自己煮的 開年飯那些一定有的 即是每天都吃 還是每天都吃 夥記是在一起開台吃飯 一定是 那電視台應該每年 考慮一下你們家公司 他在我們行家 有另外一家 但是到會還是 真的在店裡找個角落頭 自己煮 自己煮 平時就有姐姐煮 平時去到過年的時候 我爸爸煮 炆鮑魚 炆海參 那些厲害的東西 那些就是我爸爸出手 隨時有海味吃飯 一定 我們平時都有 在廚房 你說到我都肚子餓 我眼裡都已經看到有法菜 有鮑魚 有沙菜 有牟柱 有牟柱 有牟柱炒飯 很開心 這個真的想問一問 因為你們是家族生意 外人也看到 你們很團結 年輕人如果真的有興趣 海味行業怎麼入行 又不能讀過Degree 是不是沒有什麼外人可以入行 又不是的 現在其實很多 例如網上 或者都有外國人 有些年輕人入行 其實他們自己慢慢試 入行途徑是怎樣 全靠試 摸得多 碰得多 你可以看得多 即是他們來你們的大牌子打工 你們都會請的 當然我們都會請的 第一 鮑魚海參 或者海味 你不碰過他們 永遠都不會知道 他的竅竅 是 原背大 中 細 要浸淫 需要時間 又怕不怕 現在新一代的人 你知道 可能會是比較短暫的衝動 進來 學了這些東西 又走了去第二個行 你覺得會不會流轉很快 這行 說真的 比較 門檻高一點 第一 他本身 他本身 有些傲備 有些少 你說 你說 入行 你說一般人 就真的少 都不會過 即是你當然請 會請 但你不會將十成功力 傳授給他 其實都少 都沒有的 都很少的 多數有些什麼 都照講的 現在都是 不是跟以前說 師傅留下兩招 其實現在沒有什麼 你不教他們 他們也幫不到我們 這個心態很好 Wonlow 現在工戰會 宴會廳 都沒有了 現在 你開發 這個Live 網上平台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沒有 接下來 有什麼動作 大計 部署疫情之後 可能 會再將公司 推向做某些生意 其中有一樣 就是我們出現更多的產品 例如有些養生產品 方便快捷養生產品 我們有些即食的產品 即食的產品 即食的產品就是 更加 將高端的海味平民化 然後就入屋一點 貼地一點 我在社交網站 有人去隔離營 確診接觸過確診人士 去帶鮑魚一大罐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拿進去 這件事是事實的 但我的意思是 他們自己都要自己注意 疫情期間 所有的事情我們都要注意 但是 方便快捷餘其實是一個趨勢 城市生活 另外就是 我們現在開發一些 老朋友需要的產品 老友機 老友機需要的產品 即現在香港老人化 我亦都希望 一班老友機 他們為了香港 付出了他們人生 希望在他們年老的時候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產品 是適合他們的 即是健康上面 是的 包裝上面有更健碩的字 是的 例如我們有做一些 又帶這些健康的東西 辣妹汁 即是那些東西 好 今天真是很多謝 萬順昌的底四代 掌台人陳振鵬先生 和我們分享 多謝 多謝 抱住 仔夏 承晃 だ 和我們 이러賺 這個是 對啊 是 你 心裡 heir 他 免得 他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